柏陽縣一名要求匿名的老師接受本臺採訪時表示 遭污染的樂安河對當地人來說是一條真正意義上的母親河 沿岸村民灌溉農田抽取的是這條大河的河水 村民日常飲用的是這河抽到地表後滲透到地下的井水 婦女們每天需提筒下河洗衣 男人們農閒之餘也會下河捕魚 補貼家用 可自從萬年縣政府2010年緊鄰樂安河畔建起萬年精細化公園區和萬年石鎮工業園區後 頗陽縣 饒富鎮的龍溪 社堂和社富三個村委會數以萬計的農民生存環境遭到破壞 同時本地的兒童和少年大部分都莫名其妙地患了皮膚病 目前有錢的村民都陸續搬離 而沒錢的村民只好留在當地 身心備受煎熬 本台記者就此致電上饒市政府辦公室 一名值班人員要記者找市長熱線查詢 而市長熱線的接線人員則要記者找萬年縣政府查詢 萬年縣政府的值班人員接受本台查詢時稱 領導已就化工園區環保問題召開了協調會 省環保廳和上饒市環保局已經組織相關專家到萬年工業園區檢查指導 11月1日下午市政府領導已經和群眾代表進行了座談 但當記者問到問題何時能解決時 對方則表示不清楚 記者幼稚店參與鎮壓行動的饒富鎮派出所 值班人員表示 自由亞洲電臺 特約記者 新林採訪報導 小小平 祝福 지원 Object 禮拜 1950 禮拜 заг勞 様路 歼拜 20 禮拜 兩出 禮拜 詞 禮拜